我叫江强富,出生于1963年,今年59岁,从事豆制品行业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。 我的祖父传给我的父亲,再由我父亲传给我的。 我已经是第三代传人了。 一般像这种传统的做豆腐的话,流程是比较繁琐的,从第一天晚上泡豆子开始,最起码像这种夏天要泡七八个小时的豆子吧,一般都是三十点钟要起床。 蒸汽煮浆,做出来的豆腐呢,它大概有缺点就是没有浓郁的豆香味。 像大锅烧制的豆浆,做出来的传统豆腐,还有浓郁的豆香味。 消费者说现在的豆腐没有以前的豆腐好吃了,关键就是一个是锅里烧的和蒸汽煮开的,这是明显的区别。 十多岁,二十几岁做豆腐的时候,那时候就我们长元村做豆腐卖的就最起码有三十个。 你走到哪个村子去卖豆腐都能碰到别的卖豆腐的。 那个竞争力是特别的强,现在剩下的就只有我一家。 我可以说在方圆唐家桥镇,也就我这一家了。 上海了,南京了,北京都有顾客在我这儿订购。 我的下一代,他已经说过了,他是不可能做这个的,因为这个事情第一个繁琐,第二个又是很繁重的。 就是讲,一般年轻轻的人都不愿意做这个活。 我估计这个行业是已经到了濒临消失的地步了。 我也愿意把这个行业手工绝活,传授给想要学习的人。 因为这对老百姓都是很有帮助的嘛。 那选手,优伤者观念。 醉,伟子